好啦 那反正我們今天就是要上異常檢測這樣子啦 然後就是上禮拜教的是自編碼器 今天多了一個東西叫變分自編碼器 等一下我會講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啊 好不好 好 那就是我們先了解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現在做其實是一種生成模型啊 就是我不確定就是大家有沒有玩過什麼 Midjournery之類的啊 就是以文生圖的一些玩具啊 你們有玩過嗎 沒有 還沒有玩過 那你們有用過Trail GTD嗎 有 你們已經拿它來寫作業了嗎 沒有 不敢說 好 那這個 我們現在就是 不是只有說 Trail GTD它是用文字產生文字啦 它這個 反正我們那個大概第15課的時候 我們會稍微講一下它的底層架構這樣子 那 可是那個 你也可以用文字去產生圖片 那你們可以上網Google一下 這個 可能這個 Image Generator 然後什麼 Model 那大概都會有很多這樣的啦 有些很厲害有些很爛 那當然啦 就是我們現在上課嘛 我們就做一些練習就好了 我們不要跟那些人比 好 但是啊 就是我們現在 要做的是 圖像生成 圖像生成的意思是說 就是 我希望啊 假如我現在希望 寫一個手寫數字 對吧 那 可是我如果 生成手寫數字的話 假如我要生成1234567 那我生成這個東西的話 呃 我是不是希望 我每次寫出來是不一樣的 原則上我希望這樣嘛 對不對 不然這哪叫生成啊 這叫貼 貼上 好 那我們上個禮拜有稍微試過 就是 呃 因為我們先壓縮嘛 對不對 就是 所以你的圖片變成一堆銀碼 那接著 我們 那個銀碼就可以 呃 透過那個Decoder把它還原回去 然後變成一張圖對吧 那上個禮拜應該有試過一件事情 就是 我把那個銀碼 我給他一些隨機的數字 那 那 雖然我不知道那個隨機數字是什麼 但是他解回來的時候 他會解成類似這個樣子 對不對 這像圖嗎 這不像圖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希望那個銀碼 是有意義的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那 而且 我們 可以控制他 就是我們抽一些 抽一個銀碼出來 那我們 還原回去就是 我們想要的圖 這樣可以齁 好 那 這個 一樣啊 你先把檔案讀進來 好 今天是第九課了 這個是隨便選一張圖 第123張圖 好 然後 這個 就是第六課的那個 準基層經網路的那個 這個結構啊 你我們直接超過來就好了 就是我們直接超這個 就是 Data 這個 這個Iterator 然後你這樣子的話 我們 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開始 然後注意件事情喔 就是 我們現在的Input 跟Output 是一模一樣的喔 這跟上節課的那個 字編碼器 邏輯是一樣的 我現在不想知道它是數字集喔 我只想把它還原回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好 一樣 這個 Lesson 09 好 好那接著我要做一個 就是 神經網路 那這個 神經網路非常簡單啊 4D Kinetic 然後Radio 4D Kinetic 然後Radio 4D Kinetic 它是不是剩下2 這個我是壓縮的非常厲害啦 就是 它本來有784個 數字對吧 然後 然後透過我的神經網路壓縮 我把它壓到只剩下2個數字 為什麼我要壓成這個樣子咧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等一下希望把這兩個銀碼 把它 就是 把它打到圖上面 那 那 你只看得到二維圖片嘛 對不對 那這樣 我們比較容易探索在二維空間中 那個銀碼的分布到底長什麼樣子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 再 就 做一個神經網路 那 注意喔 它壓縮到二喔 這邊大家應該看得懂吧 就是 每一張圖經過這Encoder之後 就只剩下兩個數字喔 那 只剩下兩個數字之後 Decoder就是把這兩個數字還原回去 看看有沒有辦法搞出一張一模一樣的圖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要training了 接著 我們就 那個 就是 使用Aden來進行優化 然後 去訓練 好 我們先training 好 然後 我們等一下 把這些東西都貼一下 也就是說 我要把Encoder跟Decoder把它分離出來 然後我現在就只要做Decoder喔 這樣可以接收吧 Encoder其實我不想用啦 我們就直接拿Decoder就好了 Encoder好像還是要 不然的話 我沒有辦法讓你們看那個銀碼分布 好 大家可以就是 大家可以做一下 就是 大家可以把這些事情 就是 不見得要重複 就是大家先看了就好了 好不好 就是 但是你要知道我現在在做什麼 然後你回家可以 你如果想試的話 你可以重複好不好 好 我們等他training完之後 我們這邊在做什麼事咧 我先跟大家劇透一下 我們這邊在做的事情就是 剛剛那個X是不是 所有的全樣本 可以接收吧 那這個X是所有的全樣本 奇怪 剛剛好像把X給3 X沒有3 Data還在 X是所有的數字全樣本 然後經過Encoder之後 它是不是就被壓成銀碼 那這個銀碼 的分布長成這樣 總共有4萬多個數字對不對 然後我把它打到圖上 你會看到它長成這個樣子 因為它二維嘛 第一個dimension跟第二個dimension 那你注意到了一件什麼事情 第一個 同樣的數字 它的銀碼在附近 這個是符合邏輯的吧 因為他們如果 如果可以把資訊進行壓縮的話 這主要說同樣都是0 這個0應該 不同人寫出來的0 它基本上應該是很像的 對啊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它的銀碼應該要在附近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好那我們再來 我們仔細來看一下這個銀碼的分布 我們先做完之後 我們再來看這個銀碼的分布 現在training完了 我可以這樣子過來了嗎 對不對 好 Encoder 那我現在可以做 我現在生成這張圖 好 圖一模一樣 好這樣可以吧 好 你應該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今天 這個銀碼的分布 在空間中 並不是非常均勻 在這裡是不是很擠 在這裡 這裡是不是沒有這個數字 好 所以我現在問你一件事 我現在當然知道這些點 都是我經過圖片壓縮得到的點 可是 你有沒有辦法想像這件事情 不能想像舉手 就是想像 我現在要講這件事 如果今天我隨機的在這個樣本空間裡面 就是這兩個數字 我隨機抽到一個點 我抽到的是 之前已經有個sample的 就剛好抽到 那他有沒有辦法還原回去 他應該可以還原回去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今天抽到一個數字 他在這裡 空空的 你覺得他還原的回去嗎 他應該還原不回去 你們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他只有學過 把原始圖壓到 這一個 空間內 然後 在這個空間的 裡面的 每一個點 他又有能力還原回去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有沒有人聽不懂的 好 好 那 所以 你說 這個空間 我們通常把它叫分佈 就是 有些地方比較擠 這些比較密的地方 這些比較密的地方 你如果在這個地方 隨機抽一個點出來 請他解壓收回去 那很高的幾率他會成功 可是如果你在這邊比較稀疏的地方 這個點 你去給他 這邊 沒有點 你去給他還原回去 他就 有可能會成功 但有可能會失敗 失敗的機會就比較高 因為 畢竟他離他最接近的一個樣本 有點遠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我們現在來試著 來做一件實驗喔 就是 我現在 隨機的挑一個在0附近的點 為什麼我挑0附近的點 可以很準 因為你想想看 00的地方在哪裡 00的地方是不是在這裡 這裡的點是不是非常非常密 所以他理論上是可以還原回去的 好 注意喔 我現在是從 zip code裡面 我找了一個 0 我現在是在找Y等於0的地方 Y等於0就是 這個數字是0 對不對 然後我得到一個zip code 這個zip code是 平均數 這個 我得到這個 他是一個很大的矩陣 我們dimension我們看一下 這是一個 總共有4000多個0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我把它取平均 取完平均之後 這實際上就是0的中心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0的中心 我們把-15 -1.5 大概就在這裡 這樣可以接受 這是0的中心 我用0的中心把它 還原回去 你可以看到這是一個0 對吧 那如果是1 我們來還原看看 這是1 這樣可以接受吧 5 我們8好了 8試試看 8 依稀都看得出是個8吧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這個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假設我們選了一個 不在分佈範圍內的點 -25 -15 這個就不在 不在剛剛這個樣本空間內了 對不對 -25 -15 大概在這裡 這是不是就不在樣本空間內了 好這個是不是就還原不回去 我們再找一些奇怪的點好了 -250 -150 這個就離得更遠了對不對 好這是不是長得又更奇怪了 好你如果說這是複數有問題 那我們找正數好了 我們來個 正20 正50好了 結果還還原得不錯了 我們來多一點好了 500 這個真的神奇啦 我只能說 不見得會失敗 好不好 不見得會失敗 但是失敗的機會很高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為什麼咧 如果你了解這個 就是 基本的一些 就是做實驗統計學的原理就知道 對於裡面來講 是要內差 這個比較好估計 外差是不準的 你建立一個方程式 可以預測年齡跟身高的關係 然後你用10到16歲的人來建立模型 然後你就會發現 每年要長高 10公分 類似這樣子 那你現在找個40歲老頭 你可能就估計要300公分 這鐵定是不準的嘛 對不對 所以 大概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只有在這個分部裡面的銀碼 你去 你抽了以後 然後讓他去還原 他才有可能會還原 對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那注意件事情喔 因為我們現在是把 所有的圖壓到二維 壓到二維 所以他的資訊是不是損失了很多 可以接受吧 他的資訊損失了非常多 所以你看到現在還原回來的圖都糊糊的對不對 可是 他有什麼好處 如果 你了解了剛剛我們 樣本空間的那個概念的話 你們覺得二維的平面裡面 點是不是 如果你有四萬多點 是不是很容易就把它填滿了 聽得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就不容易 抽一個點出來 然後 預測失敗 還原回去失敗 可是如果你今天在一個八維 甚至三十二維的一個空間裡面 那你的四萬多個點 想要把它填滿 那就非常的困難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那這個時候你隨機抽一個點 讓他 還原回去 那這個當然就是 大概率是失敗 所以前面 為什麼你看今天我們成功率好像蠻高的對不對 那前面為什麼我們成功率那麼低 因為我們今天把東西壓到二維 但是我們付出代價 我們代價就是 我們的圖片還原回去的解析 那個就是它的清晰度啊什麼 是不是就變差了 所以這不是個好方法 就是 你把那個壓縮的銀碼壓到非常非常小 這不是一個好方法 這只是幫助我們理解喔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希望 壓縮回去的銀碼 這個dimension不要太小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 這個 這個還不是 這個 這邊我在跟大家講的是說 如果今天給他一個連續的 就是覺得他說 我從這裡到這裡給他連續的去看 那 照道語來講 他的 你看這裡好像很密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 他可能並不連續喔 你這樣懂我意思 你從1到1.1之間 你覺得1.05應該也可以生成成功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模型的分布 你看起來這邊好像是非常密的 實際上他是離散的 因為只有那個正確的點被訓練過了 你這樣懂我意思吧 今天 你幾乎這樣訓練出來的模型幾乎不能保證 1.01他是有辦法還原回去的 因為如果樣本裡面只出現過1.1 跟1 1.01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那他還原回去大概率是還原回一個很奇怪的數字 這樣有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尤其是因為你的非線性程度 你用神經網路它的非線性程度很高嘛 對不對 非線性程度很高 就是代表你在從高維數據壓縮到低維的時候 他樣本可能是一個非常不連續的分布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我現在需要修正這個問題 這樣可以吧 來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原理 你如果了解我們剛剛做的實驗的話 你就了解深層模型的基本原理 就是分布的映射器 我希望從這樣的一個低維分布 注意銀碼都是在低維分布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希望找到一個prediction function 可以從一個低維分布 預測一個高維分布的結果 每一個像素分開來 這就是一個高維像素的分布 對不對 它dimension比較大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28x28的圖片 那至少它就是784維的分布 對不對 然後注意怎麼樣算手寫數字 那不是800 不是784維中的分布的每一個點 都算手寫數字啊對不對 它必須滿足某些條件嘛 舉例來說 1它就長得大概是某一個樣子對吧 它只佔那個784維分布裡面的 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這樣有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0也是佔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你隨機的 在784維的這個數字 你隨機的給它抽一個數字 假設你每一個像素都隨機的抽 你看起來就很像雜訊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吧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看這樣苦 你就覺得這是手寫數字 這是因為你的腦袋 對於這種高維分布 你已經預先有一個概念了 就是只有某些 某些 在這個分布這麼大的空間裡面 只有某些東西 你認為它是手寫數字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現在聽懂了嗎 這個分布的意思是這個意思 那我們就把這個問題簡化了 我們這個問題其實是 如果你想要產生一個圖像生成模型 你其實是要做一個分布的映射器 而你希望什麼事情呢 高維空間 你的高維空間 你的高維空間 高維的樣本空間 需不需要連續 不需要 而且你不希望它連續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腦袋裡面認為的手寫數字 或你認為的人點 或你認為的什麼東西 它本來就只佔高維空間很小的部分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那你的低維空間 你需不希望它的分布是連續 希望 因為我希望隨機抽一個點起來 它都可以幫我映射到 高維空間中的某一小坨裡面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這樣可以吧 好 那 這是我用簡單一點的描述 就是 你的腦袋其實對於高維空間裡面的 這個數值分布應該長什麼樣子 你已經有一個既定印象 那我們神經網路 學習的目標 就是希望 找到一個低維空間 它在一個低維連續分布的一個 這個樣本空間內 然後找到一個映射函數 可以把它打到你的那個 既定印象裡面 高維空間裡面一個很小的部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 所以啊 深層模型沒有所謂的好與壞 但是有一個前提 你需要知道原始的銀碼分布 我今天問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這個分布 假設它是連續的 它是平均數100 標準差10 跟平均數 -100 標準差500 這個 有差嗎 沒有差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在一個平均數100 標準差10的一個 低維空間 你做好一個映射器 你可以從平均數為100 標準差10的一個低維空間 映射到 手寫數字的高維空間裡面 你給它一個 你抽一個-1000給它 它是不是就是做不好 因為它在那個分布以外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你今天 給一個-500 然後標準差100的一個樣本空間 一個分布 你抽一個-600給它 它當然就可以做得很好 對不對 你抽一個-100給它 它在另一個生成器來講 它會生成得很好 可是對這個來講 它就生成不好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啊 我們的問題又進一步的 加 就是又具體化 我們除了希望 它在低維空間中 的那一個銀碼 需要它是連續的以外 我還希望 我知道這個銀碼分布 是長什麼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如果這個銀碼分布 它長得 就是 我不知道它的樣子 那就會很困難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好 我需要加上個限制 保證 模型訓練時銀碼分布 在某個範圍內 那我們假設一件事情 我們希望 剛剛這個銀碼分布 我們希望所有數字都越接近零 越好 就是它不要離零太遠 如果它都沒有離零太遠的話 那是不是 到時候我就從零附近抽一個數字出來 那是不是就有可能會做得不錯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要怎麼讓銀碼 盡可能在零附近呢 大家來看一下 我是怎麼做的喔 這個是你的encoder對不對 這個數字出來是不是就兩個數字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大家看喔 我這邊有一個encoder loss 這個encoder loss是什麼呢 我把這個encoder 先平方 平方了以後 負的是不是就變正了 好 平方了以後 這叫squareencoder 那squareencoder 我要把它平均起來之後 這也是一個loss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我希望這個loss 跟這個loss 加起來 這邊當然你可以有一個超參數去調整 哪一個loss 數字要比較大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為什麼我這邊用10的負式四方 因為我這邊的數字 是0到255 它的差距最多有可能到0到255 對不對 那0到255 你要平方 那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那 跟這個min square error的話 比起來這個數字 因為它有平方過 所以數字很大 所以你必須給一個很小的權重 不然他幾乎都在學這裡 那如果他幾乎都在學這裡 那他就只希望引馬越靠近零越好 對不對 那他可能就還原不回去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這裡這個primeter是要調整的 不是隨便你搞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整個結構裡面 我只改LOS 我沒有改主結構 對吧 所以說這個主結構 所以等一下 我跟剛剛的那個 encoder和decoder的組合 相較之下 我只有權重改變 它的architecture是一樣的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讓它來做一下 好 這個完全是一樣的喔 然後買LOS 買LOS 這裡是不是要改的買LOS 好這裡要改的買LOS 好我們再重做一次 好等一下我們做完了之後 一樣也會分離壓縮跟夾縮模型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好你看 我們剛剛是不是把它壓在 強迫它在00 盡量靠近00對不對 可是 畢竟 它的權重有限 所以說它會往00靠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離的比較遠 這樣可以吧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至少這個分佈 比起這個分佈 是不是好了很多 什麼叫好的分佈 有沒有人要再重複一下 有沒有人要回答這個問題 什麼叫好的分佈 為什麼你覺得這張圖 比這張圖 這張圖為什麼比較好 比較集中 不能講比較集中 至少這是我們知道的分佈 它在00附近 你在00附近抽一個數字出來 這個 它應該就是 大概率是會生成成功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另外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特性 我剛剛有講到的 有人記得起來嗎 連續這樣可以吧 它是不是更連續了一點 你看 只要是在這個範圍內的 只要是在這個範圍內的 它點是不是幾乎都貼在一起 它比較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你看 這個範圍看起來很大 可是這邊是稀疏的啊 對不對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這個 這個 training出來的東西會比較好 對吧 這樣可以喔 但是 你比剛剛的好 但是 還是沒有非常好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介紹新科技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以後你想要限制某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技巧大家可以學會 你想要限制一個東西 它盡可能越接近零越好 或是越接近某個東西越好 你可以透過把兩個LOS合在一起 來做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但是 今天以前我們應該沒有教過雙LOS的模型 對不對 但實際上現在你已經知道了 我們可以做兩個LOS的模型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做完了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做完了 做完了以後我們來看一下 做完了以後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啦2500這是不可能成功的啦 因為2500離零太遠了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設了一個0.1好了 0.1-0.3 好這個離零夠近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 生成 欸這是不是好很多了 9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 隨機一點 來 好這個是 這個就是從 min等於0 然後sd sd等於1 sd等於0.5好了 這樣他會離零更近點 我隨機抽兩數 我們現在就這樣子 我們多試幾次 你有沒有發現他基本上都會成功 對吧 雖然有點糊糊的啦 但是基本上都會成功對不對 失敗機會很低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啊但是 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這樣的一個模型設計 有兩個缺點 第一個是 這個 encoder LOS的權重很難調整 因為你調的太高了 那他就只會學encoder LOS 對不對 那他就 不會認為 那個要還人回去 是重要的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如果說 這個 如果說你只是 一味的要求 encoder LOS 那他就失去了 我一開始最想做的那件事情 對不對 好第二個 第二個問題就是 他會對生成模型造成解析度的損失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可能有一些樣本 他可以把它打到某一個特定的點 然後讓他還人回去 這個可能很準 現在你用強迫都一定要集中在中間 那這樣子 本來可以比較分散的 本來樣本的訊息量很大 他可能好多地方都要放完對不對 現在他是不是都 就必須把所有的 東西都儲存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他解析度會損失 好 如果你了解了這件事情之後 這個我就不秀了 那你就知道說 我們現在需要改進 這樣可以吧 但是 整個分布映射器的概念 你應該更了解了 好 那我們到這裡先稍微暫停一下好不好 就是我希望 我還是希望你們可以training出 第二版的模型 第二版的模型你們稍微試一下 而且那個檔案還是要下載的 因為 等一下我們要做變分字編碼器的時候 你還是必須要用這個檔案 然後你試著做一些還原 然後我們再來教變分字編碼器 好那我先把時間給大家 也許10到15分鐘 好那我們來 就是繼續來教我們的 這個變分字編碼器 好來 這個變分字編碼器 是2013年發表的 就是 在那以前沒有這個東西 好那 變分字編碼器 它的 它跟這個Autoencoder 變分字編碼器 就是這個 它多了一個 這個 Variational 這個 字 這樣子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後面 字是一樣的 Autoencoder 是完全一樣的 好那 所以它簡稱VAE 所以AE 跟VAE 到底差別在哪 大家看這張圖 就是 上節課我們教的 跟剛剛我們用的 它都屬於Autoencoder 它的邏輯就是 你今天丟這張圖進來 經過一個 encoder 這個encoder 可以幫助我們把圖片變成一串向量 這樣可以了解吧 然後接著 這串向量 這樣我們再經過一個 Decoder 還原回去 然後我們希望 Output跟Input 越接近越好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VAE的邏輯 VAE的邏輯就是 這個code的分布 是未知的 對不對 未知並且不連續 那要怎麼樣 讓分布變得連續 最好的辦法就是 增加Noise 你如果今天 你code進去 對不對 就是你 你今天 我這邊隨便舉個例子 這個 encoder跟decoder 他們其實就是一個 互相 這個 就是加密跟解密的過程 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今天 我們假設 我們現在要傳一段密語 就是 我現在有一段密話 密語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你說 我跟你說 1.2的時候 那你就知道等一下 1.2是代表什麼意思 這樣聽得懂吧 然後 2.1的時候 那是代表什麼意思 好 那 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 可能中間我們沒有定義的 你丟給那個decoder 丟給你解密 你就解不出來啊 這樣可以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 這個 我們要怎麼樣去 避免這個問題 我需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給你的數字是 1.0到1.5之間 都給我回什麼話 這樣可以了解嗎 1.5到2.0之間 你都給我回什麼話 如果我是這樣跟你約定的 那是不是decoder 就 換人起來 他就比較不會遇到那個 就是 離線空間的問題 好 聽懂我的意思吧 那我現在要怎麼樣 在 neural network training 的時候 把這個連續性告訴 那個decoder 咧 我們可以在 encoder 進來之後的 coder 我們給他加一個noise 主要說我們給他加上一個正負一的noise 那只要他看到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因為他最終還是得還原回去嘛 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給他的incode 這個zipcode裡面是有noise的啊 所以他就不能學得那麼準 就不能學得那麼剛好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他就必須去了解說 在這個範圍內附近的值 我都要把他還原回去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但是啊 單單只是gainnoise這個還不夠 因為我們要做分布限制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gainnoise是增加連續性 那分布限制我們要怎麼做咧 我們現在先預想一下 我們需要的分布限制好了 理想上 我們會希望 我們的這個 低微分布 他儘量是假如說 平均數為0 標準x為1 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比較方便啊 就是如果你今天 低微分布 永遠都是平均數為0 標準x為1 那這樣子 你就只要在這個分布裡面 隨便抽一個數 那丟到這個高微 decoater就負責把這個分布的轉成 你想要的圖片嘛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至於這個分布是哪一個分布 其實並不重要 但如果你使用標準常態分布的話 會有一個好處 好處是什麼咧 這個可能你們統計課沒有教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平均 你如果你有兩個常態分布 一個常態分布 他的便利數是 就是你隨機從某一個 某一個常態分布 他的平均數是2 便利數是5 假設這是第一個常態分布 第二個常態分布 他的平均數是7 便利數是10 那你從這兩個常態分布裡面 如果是獨立的 獨立喔 注意獨立的 抽一個數字起來 然後把相加 那這個新的常態分布 他的平均數 一定就是前兩個常態分布的平均數相加 這個很容易理解 他的便利數也是前兩個常態分布的便利數相加 這個很難證明啊 我們用程式來證明給你看好不好 就是RN或RM 1000 好 min 等於10 sd 等於20 好 這樣會產生一堆數字嘛 對不對 如果你這段 你去問他 min 他大概率就是10 附近這樣可以接受吧 很正常 因為那我們這邊數字多一點好了 1萬 這樣可以吧 好 那大概會更準一點 這樣可以吧 好 sd sd大概就會在20附近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注意我這邊不要用sd 我要用var 因為 能加還是var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你看我在做什麼事喔 我加上一個 這邊他的varance是200 對不對 欸400對不對 我加上一個 這邊是30 然後這邊 平均數我們是60好了 好 我這樣加 我按下varance之後 他的數字大概就會是 400加900 大概就1300附近 好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先同意這件事情 我們就不證明了 這樣可以吧 那他的平均數咧 平均數比較簡單 平均數一定是70附近 平均數一定是70附近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 如果 我今天 這個是使用常態 如果我今天有很多個常態分布的話 然後我 現在把這麼多個常態分布的數字加起來 把這麼多個常態分布加起來的話 那他的 變 他還是會是一個常態分布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你看他變異數跟平均數都沒有跑掉 他還會是一個常態分布 好還有一個 這個事情我要跟大家講的喔 那就是 我現在已經知道了 常態分布的這個 就是 他的關鍵參數 就只有命跟variance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你們應該早就知道了 就是常態分布 如果有兩個常態分布 他的命跟variance 一模一樣 那他就是兩個完全相等的常態分布 因為常態分布只有 這個命跟variance 是兩個自由的參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現在 希望我的encoder 是 如果今天有一張圖片丟進來以後 我希望這個encoder 預測一個平均數跟一個標準差 所以這個平均數跟標準差是預測出來的喔 然後啊 我希望給一個 平均數為0 標準差為1的random noise 那 這個數字乘上標準差了以後 這個數字乘上標準差了以後 請問一下 這個分布是 怎麼樣的分布 是一個常態分布 平均數為0 標準差就是你剛剛預測出來的標準差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吧 那你再加上他的min的話 那他就直接平移而已 標準差不變 平均數變成你剛剛預測出來的平均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 如果你 你經過這個操作變成一個 新的銀碼以後 這個 encoder跟decoder的溝通方式 就變成 他預測出一個平均數 他預測出一個標準差之後 那 他就會隨機有一些擾動嘛 對不對 就會隨機在這個常態分布內 有一個隨機的擾動 那這個decoder 他就要有能力 根據這個平均數和這個標準差 把這個圖給還原回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他是有那些noise的喔 好那 那因為這個對於每一張圖來講 他的這個銀碼的分布 都是一個獨立的 常態分布 都是一個個獨立的常態分布 有不同的mean 跟不同的variance 大家可以接受吧 他的variance 那他就 他整體來講就會是一個常態分布 因為常態分布是可以加的 很多個常態分布加起來還是常態分布 所以是一個已知分布 所以這個變分之變碼器 他的邏輯就是 我 希望 我的銀碼 是 每一個銀碼都是常態分布 然後呢 他可能越接近0越好 01這個常態分布越好 那這樣子的話 只要這個encoder跟decoder可以學起來 那我就可以在01的這個常態分布 隨機抽個數字 然後 這個 那他還了 直接丟個decoder 那大概率會 做得不錯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 好 那注意下 LOS要改一下 LOS要改一下 LOS變成了 因為我如果 這個 他如果標準差永遠都設計成0 他如果標準差永遠都預測是0 那他是不是相當於沒有抽樣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我希望他的標準差大一點 我希望他的標準差越大越好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的LOS裡面 你注意一下 我1加上這個標準差 這個標準差 是不是要 盡可能的變 這個標準差是不是要盡可能變小 因為 你要minimize你的LOS 對不對 在這裡要盡可能變小 可是這裡你減掉Exponential標準差 所以這裡 你是不是希望 這個數字越大 這整體來講就會越小 LOS就會越小 對不對 注意喔 你如果今天 在這裡 你用的這個數字 就是 你等於是 一個數字 假如說你的X X減掉EXPX 那X等於0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是-1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如果是1的時候 我們把X 我們把X 把它畫出來 X等於 就是 因為標準差不可能小於0 所以我就seq 0到 100 by 等於 0.01 好 我們來 我們把它畫出來喔 plot x x0.type 等於L 好 這個是 它從0開始 然後一直往下 它的這一個 它的這一個就是LOS 所以說 這個LOS整體來講 它還是 就是 X要越大 它的這個就是 因為 這一個後面這個部分的斜率 後面這個部分的斜率就是 1的X四方 這樣可以接受吧 前面這個部分的斜率 它只有1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對於 X 如果你把這兩個合在一起的時候 對於X 對於這個 標準差來講 它還是希望它越大越好 這樣可以吧 可是它在標準差 越大越好的前提之下 它還是希望 這個M 越小越好 M要越接近0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現在 就把這樣的一個 我們就把這樣的一個 就是 就是 VAE 我們把它實現出來 來實現的過程 注意喔 我們 Value 2之後 我們先 預測一個 Min 然後再預測一個 取了Log之後的SD 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因為 你這個數字是正無限大到負無限大 可以接受 所以我希望 這個東西我要取Exponential回來 它是SE 它就一定是個正數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 注意喔 我輸出的是Min 跟Log之後的SD 然後我把它還人 Exponential完了之後 它就變成SD了嘛 對不對 然後我先隨機產生一個Noise 這個Noise就是 頻率數為0 標準差為1 然後我隨機產生了以後 我把這個Noise 乘上SD加上Min 這個才是最終的encoder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接著我把這個encoder 丟到這個FortyConnected裡面 讓它還人回去 然後我們在decoder 一樣 我們來把這個 MSE Loss跟 encoder Loss 把它合起來 這個 MSE Loss 還是剛剛的 reconstructural Loss 那接著我們的 encoder Loss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 1 D加上 這個 LN SD 再減掉 Square 那個 Square min 這樣它就會越 離零越接近越好嘛 然後最後它再 把這個 這個SD Loss 把它這個 減掉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把它實現一下 那我們把它實現一下 買Loss一樣 在這裡我們把它 把它到這裡來 買Loss 好 我現在要跑了喔 那我們跑完了以後 我們來試試看 好 那個訓練完了以後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它的分布會 這個 就是我們把它解離以後 注意解離的語法要換喔 因為解離的語法 剛剛我們 剛剛我們是 我們剛剛沒有encoder 我們是encoder min 不是encoder 囉 這樣可以了解吧 我們 最後我們預測的時候 預測平均數就可以了 我們不要再 因為它要變異了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 那個 decoder 環原回來 應該長這個樣子 好 然後 如果你把它畫成圖的話 就是你把圖打上去的話 你會發現 欸 它幾乎都在01附近 它這個分布 是不是又更接近 0跟1的這個分布 你看 比起這個 它在0附近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這邊它 太擠了 這邊還是太密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這裡 它是不是就更像一個圓圈了 就是 它的分布更 是不是 就是更按照我們的想像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這個 呃 就是 如果你直接把它decode回來 大概效果會不錯了 那我現在要給大家做一個實驗 就是 呃 這個 這裡 我這邊在做什麼 我要抽樣 好 我每一個點 因為 我這邊只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的MIM跟SD 它 就是它預測MIM跟SD 所以它是在那個分 那個點附近抽樣 然後還原回去的 好 這裡 我就 我就不跑給大家看了 我想要給大家 我想要給大家做個實驗 等一下 等一下我這邊做完之後 我要給大家做個實驗 就是 我現在這裡的銀碼數目 還是只有2 對不對 我這邊 預測出來的這個銀碼數目 還是只有2 2的缺點是什麼 就是 Decoder 回去解析度不好 對不對 你們剛剛看那些圖 不覺得很差嗎 所以 我們剛剛說解決方法是什麼 增大它的這個 這個 就是 銀碼數目對不對 好 所以我希望 你做一個實驗 你把剛剛這串實驗 把它銀碼數目增加 然後試著來讓它 就是 用比較多的銀碼還原回去 好 所以也許你要抄這個答案 不過沒有關係 你要抄這個答案也沒有關係 好不好 那 我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 稍微試一下 這邊我希望大家可能 可以花 就是 至少 MODEL要training出來 然後你可以 調整一下 你們可以 給左偶的同學 用不同的銀碼數目 只要有人可以用10 有人可以用20 有人可以用多一點 有人可以用到50 100 之類的 然後去測試一下它的能力 這樣可以 好那我們現在把這個時間還給大家 剛剛有一些同學有出現error error的原因在這裡 就是 你剛剛 如果你直接貼這串語法的話 注意這邊給Noise的時候 它是給 兩個維度的Noise 然後悲律賽斯50 兩個維度的Noise 悲律賽斯50 如果你 現在這裡改32 你這裡也要跟著改喔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大家回去 稍微試一下 不同的數字 好不好 我建議大家回家稍微試一下 那這個 然後在 training 完了以後 注意這裡 鐵定是要改新的嘛 對不對 你要改新的架構 那改新的架構之後這裡 你要產生的數字 就應該是 擠圍 你是擠圍就要產生擠圍的數字嘛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啦 如果像我們今天 32的模型已經訓練出來了 我希望大家做的是 大家用RN或RM這個函數 它就是在0 平均數為0 標準差為1的常態分部裡面抽數字嘛 你看我直接抽320個數字把它填進去 然後我每一次Source產生出來的 影像都不一樣對不對 你應該覺得 看起來還像個數字嘛對不對 注意喔 你們如果不用變分自邊馬器的話 桑捷克32維那是訓練不出來的 對不對 32維的那個 生成 就像前面我們說的這個一樣搞笑嘛 對不對 這個也是32維嘛 對不對 那 所以說變分自邊馬器 它厲害就厲害在這裡啦 這個 你現在啊 就可以去擴展你的 那個 那個就是 影碼的那個 影碼的那個 那個數目 好不好 然後 它生成 因此它生成的圖像就會清晰 因為你影碼的數目是夠多 保留的 information夠多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說 這樣子的話 我未來 就是 我想要生成這個 那個 舉例來說 嗯 舉例來說 網站的驗證碼好了 舉例來說那個 驗證碼不是常常都要一些奇形怪狀 Y7扭8的圖片嗎 對不對 那你說這個東西是不是會拿來生成 那我可以指定 一排數字啊 那 這個我每一次做的時候 數字都不一樣 那這樣 電腦 別人的那個就是 有那個駭客程式 就比較困難 比較難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就是 變分自邊馬器的邏輯 大家應該懂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來教 一個 就是很特別的任務 叫異常檢測 好 在今天 講異常檢測以前 大家應該心中 目前會做哪些任務 大家想一下 再回顧一下 Input 可以是一張圖了 可以是數值也可以是一張圖 對不對 Output 可以是連續的 就是直接預測一個數字 這是Regression的Task 對不對 可以是0或1 這是一個 Logistic Regression的Task 可以是多分類任務 要用Softmax出去對不對 也可以是Survival 然後 然後 桑捷克我們有交圖片 對吧 好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無論如何 你的 這個 就是你的這個 就是 你就是要一個 除了那個圖片的字邊馬器以外 無論如何 你的這個 東西都要有一個Label 對不對 你現在想要 偵測 如果你現在想要偵測 這個東西是一個正常的東西 還是異常的東西 這是不是一個0跟1的任務 正常的可能就是0 異常的可能就是1 那你們現在想到的方法一定就是 那我去標很多張正常的圖 再找很多張異常的圖 對不對 那這樣子 如果說 這個 我可以Train一個Model 那他如果學的很好 那我師傅就可以拿來用了 對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別人的創意啊 來 就是 字邊馬器的原理跟進天用 你了解了以後 你會 知道他 就是 他其實就是個分布轉換器 這樣子而已 好 那 你覺得很失望 因為他其實沒有想像中高級 但是啊 這個缺陷 很好用 好用是什麼勒 來 你現在看 我現在來描述喔 假設手上的圖片都是正常的資料 那 一個異常的資料經過encoder以後 那他的銀碼會不會就跑掉 那 既然不屬於本來的分布 那 decoder還原回去的時候 那圖片就會變得很奇怪 什麼意思呢 來 大家來看這個 這個是 飛機 坐飛機的時候 你們行李箱過的那個X光 好 正常的行李裡面 是不是不會有槍 正常的行李裡面 會有各種各樣奇形怪狀的東西 但是不會有槍 那你覺得你拿得到有槍的行李嗎 你可能可以自己放幾個進去啦 可是 你沒有辦法窮盡所有的可能啊 對不對 可能會有人放刀子啊 那或者有人的槍長的樣子跟你也不一樣嘛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你只有正常的樣子 你可能幾乎沒有異常的樣子 你可能幾乎沒有異常的樣子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 所以我就要利用 自編碼器這個特性囉 如果是一張正常的圖 轉經過encoder之後 他應該會變成一個 在分布內的銀碼 對不對 然後這個在分布內的銀碼 他就可以還原回去嘛 因為他看過了 那 沒有 看過的東西 他就還原不回去喔 你看 這支槍明明就放在這裡啊 可是他還原回去 欸 槍會不見喔 為什麼 因為他沒看過 不會還原這個東西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兩張圖相撿 你發現數值差異很大 是不是代表他不會還原 好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這個idea不錯喔 這種idea讓我們可以做什麼事 你知道嗎 就是 如果你現在 想要做 你只想 假如說你以後做了一個 讓人家上傳 凶部X光的網站 然後上傳凶部X光 你可以判讀這個人有沒有COVID-19 結果王八蛋上傳一張小叮噹啊 對不對 或者他還是X光啊 但他上傳個什麼 什麼 什麼復部X光啊 對不對 欸 你手上只有凶部X光 你是不是就有機會 可以 把這種人擋掉 因為他上傳上來的圖片 經過那個encoder之後 欸 就 不知道跑哪裡去了 因為圖沒有看過嘛 那 他還原回來 就算他 把他映射到了一個 我們的分部範圍內 他還原回來 絕對也是一張胸部X光 絕對不是副部X光 也絕對不是小鈴鐺 所以你把兩張圖相減那一定差很多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想法很好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喔 好 我們現在做一個實驗了 就是我先故意把2跟3把它移掉 就是 我們假設 我們剛剛 我們總共有0到9 總共有10 10種樣本對不對 那我故意把2的資料 只留下10張 3的資料直接丟掉了 就是根本就沒有3 這樣可以吧 那我現在就要 我這樣子 是不是就可以去嘗試一下 就是說 那如果以後 你遇到3 或遇到2 那這個model有沒有辦法認得出來 這樣聽得懂喔 有沒有辦法認得出來 這是一張異常的樣本 好看一下我怎麼做資料前處理的喔 我先把 不是2跟3的把它抓出來 把2的抓出來 把3的抓出來 然後我的training 只剩下 我從 這個normal 就是不是2到3的這些樣本裡面 抽60%起來 然後 2的樣本我只抽10個 然後沒有3喔 所以我training的data只剩下 很多很多個 不是2 就是除了2跟3以外的數字 然後跟10個2 這樣可以吧 相當於我很多 這個正常的行李箱 然後10個 有槍的圖片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那testdata就是 testdata就是全部 不管是有槍的還是沒槍的 對不對 2啊3啊 或者是那剩下的 剩下的那個就是 剩下的data全部都 當成testdata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我們先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分割 好知道我在做什麼事吧 好那接著 我們來做一個encoder 那注意件事情 我們現在先做 畢竟我們還是有10個2嘛 對不對 我們還是做一下那個就是 最簡單的那個任務 就是 反正就是 我們辨認2跟不是2 這樣子可以吧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model很好訓練吧 對不對 好我們來試一下喔 那注意件事情 因為2很少嘛對不對 所以說你可能需要用到oversampling 這個我們前面教過了 就是你每一次都要從2裡面 抽出10個樣本 你總共就bench size 就是bench size 20 所以你每一次就抽10個 那就10個全部抽上來啊 那你每一次就抽些negative 給他做對比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那我們來 這個iterator 這樣寫好了以後 好 iterator寫好了以後 我們就來做標準的二元分類任務 我們這裡用的神經網路是 那個就是 呃我們 一開始做手寫數字的那個神經網路 只是把10類改成了兩類 的sigmoid 這樣可以接受吧 一樣先捲機5乘5的捲機上來 前面的結構完全一樣 好然後接著我們來training 好這個training 我們來看一下要training多久 應該training很快就會training完了 好training完了以後 我們可以直接用 模型 我們可以直接把模型啊 預測測試組的資料 但是這些資料有2並且有3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我們來可以看看我們的 ROC curve 大概就是我們的 Around curve是多少 也就是說 我們的模型準確度是多少 好你看喔 因為他只要變成2跟其他 而且他的正樣本非常少 所以他loss降得非常非常快 因為你幾乎沒有正樣本 對不對 好 等到你做完了以後 我們先看巨透結果 如果你直接預測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準確度只有0.82 很差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們做一個分層分析 就是你分成2跟3 2的準確度還算高喔 但是3 他就不在裡面啊 因為他既不是2也不是其他嘛 對不對 所以3你看他分的是不是就很爛 所以我這邊先跟大家強調這件事 今天這個就是 如果今天你的 就是 你今天要做異常檢測這個任務的時候 我知道大家都正樣本是非常難取得的 可是如果你還是可以取得個什麼 100 200 那可能 你看我們就用10個做training喔 他其實效果就不錯了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不是說 只能夠就是 就是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還是可以 就是你還是盡量去想辦法拿到正樣本 不要用異常檢測的邏輯去做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但是這有個前提 就是你的正樣本 真的代表了所有的正樣本 舉例來說你的 你是分類 有口V19的X光 跟沒有口V19的胸部X光 我知道有口V19的可能很少 可是你並沒有要去detail出 他不是 非口V19的X光嘛對不對 這樣我還是比較建議你做二分類任務 因為真正Performance會差的 不是那個你收集到的正樣本 而是那些你收集不到的正樣本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我看他快要training完了 我們來做一下實驗 這個是10的-9次方 1-9就是10的-9次方 好我們來做一個predictor predict完之後你看到AUC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這個是 這個是 這邊你只要 欸 再畫一次 好這個是我們剛剛training出來的AUC 那你如果把2跟3分開的話 大概會長這樣 好2效果不錯對不對 可是3的效果就非常非常差了 這跟用拆的沒有什麼不一樣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變分支變碼器 怎麼做咧 來我現在連2都不要了 我現在連2都不要了 就是我剛剛不是說我的樣本裡面有2嗎 我現在連2都不要了 我要全部的 全部的這個就是 全部都是正常的樣本 可是我還是想要有2 我的2要拿來做 決定切點 剛剛我用了所有的正樣本對不對 所以我有沒有辦法決定 這個切點要切在哪裡 如果你沒有test set 你是不知道切點要切在哪裡的啊 對不對 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今天 training完了之後 你有個probability 對不對 那你這個probability 決定了以後 我怎麼知道什麼叫positive 那個只是一個數字啊 對不對 我要知道 大於0.7 這個是正樣本 這個切點 如果你沒有validation set的話 是沒有辦法決定的 就如果你只有training跟test 你總不能說我看到test了 我再來決定test裡面 最佳切點在哪裡 那前提是你有test啊 對不對 那如果你有test 你選了他最高切點 那這不就汙染了嗎 所以你需要有validation set 但是如果你已經只有10個正樣本 剛剛訓練出來都已經這麼悲劇了 你還要再切5個樣本出來當validation set 這個是不是非常困難 可是異常 檢測的任務 因為你不需要正樣本 對不對 你看我做了什麼事 我在training裡面 我再把validation切出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validation切出來是什麼咧 我把2 2切出來 並且我在隨機抽1000個 就是不是2的數字 那我就把它當作是副樣本 這樣子我等一下就可以拿來做這個 就是我這樣等一下就可以拿來這個 呃就是做最佳切點 好 那注意我們在訓練的時候用的是全正常樣本 喔 Iterator這裡被改掉了 本來Iterator是 Output是0或1 對不對 現在變成了Data本身 這兩個是完全一樣的 Data跟Label現在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我現在用辨分字編碼器 好 好 讓我們 來training 好注意編寫VAE 我們是怎麼做的來看著喔 我們先壓成64 然後直接壓成8 壓成8了以後還原成64 再還原成784 就這個樣子而已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高科技 還是用辨分字編碼器 這裡可不可以用字編碼器 不建議 因為他沒有連續性 他的銀碼分布沒有連續性 你未來丟一張新的圖進來 他就不是原來的那些圖對不對 那他有可能就被丟到一個 我以前沒有看過的Decode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用辨分字編碼器比較好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做 好 好 一樣再來training 好training完了以後啊 注意一件事情喔 就是其實 其實這個模型是不需要把Encoder 跟Decoder分開的 因為你是要 你等於是丟一張新的圖 丟一張新的圖進去 然後直接看 新的圖跟 就是還原回來的圖跟 新的圖 然後來做一個就是 比較嘛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不過 Encoder跟Decoder弄出來 是我想要給你們demo一些東西啦 好 等一下等他training完 我們就來給大家看 好這個training 他是不是就 比較有挑戰性了 因為 你現在要把整張圖還原回去嘛 對不對 跟剛剛不一樣 這個任務 比較有辦法training 比較難學啦 比較難學啦 好 如果對於已經存在的樣本 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RedactionX裡面 它是已經存在的樣本嘛 對不對 它還原回去是很簡單的 可是如果啊 我給的是不存在的樣本 就是你看我給它2 我給它3 它還原回去是不是就會出現一些很奇怪的數 因為它沒有看過 你看 它就會覺得這應該是最像8吧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這應該 這應該 這是什麼啊 這個就還原不回去 你看它就會覺得 這個一定是8 只是有人自寫的太醜了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你如果說 用這個變分自編馬器 然後來還原回去的話 就會有這個效果 如果你是用自編馬器的話 你可能還原回來還是一堆亂數喔 就是你可能會 你可能還原回來圖是長這樣子 在哪裡 在長這個樣子 就是你也許你看到新的圖 你都會給它還原成這個樣子 這樣效果就不會好 這樣聽得懂 因為分布連續性是很重要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它快要turning完了 來 我給大家示範一下 我們先把encoder跟decoder抓出來嘛對不對 然後注意 我們現在來預測 這一些樣本是 已經存在的數字 444446 我隨便找的啦 那 你看它還原回來是不是完成度 那個還原度蠻高的 對不對 那你給它 沒看過的 22222 你看它還原出來是不是就很悲劇 所以這樣 這樣你就可以了解它的意思了吧 對不對 好 注意喔 你看 再來 我們先把 這個validation的data把它做出來 這是所有驗證集的樣本 然後 我們把validation的difference 把它當作是ROC curve的predictor值 這個數字越大 就越有可能是正樣本 可以了解吧 這個數字是怎麼產生的 來 原來的圖 減掉還原回來的圖 redation to x 是本來的圖 減掉 還原回來的圖 變成code code再進來這裡嘛 對不對 然後接著 平方 平方完了之後 把它平均起來 好 你看到了吧 這個AUC 是不是就變得非常嚇人了 好 0.999 9941 這是不是比剛剛效果好非常多 並且 我們來做分層分析 這個 這個方式還會知道最佳切點在哪裡 因為這是validation 這是validation的dataset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在testtest上面 做實驗喔 好看到了吧 這是我們剛剛在validation set上找的最佳切點 這個切點找的好嗎 找的不好 對不對 不過這沒有辦法 畢竟我們總共是有10個樣本嘛 對不對 你如果多找一點的話 這個切點一定會更好 這樣可以齁 那 但是這個AUC是不是好很多了 這個AUC比剛剛好很多喔 並且 不管是2還是3 你看 對於3 對於3來講 他反而比較容易認出來 2反而比較不容易認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 對於這個任務來講 2跟本來的 2跟本來那些數字比較接近 因為3是跟0到9 除了2跟3以外的數字 他的筆劃是差最多的 2的話你看剛剛他還有機會還原成8 他其實只差一點點 欸 喔 我剛剛已經把還原的那個 去掉了 好 我再做一次 你看他 這裡他是不是其實只差1貨 可是離3最接近的是什麼 離3最接近的也是8 可是他差2貨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 你現在 我們現在是不是就介紹了一個很好的應用 就是 變分之變馬器 他除了可以拿來做圖像生成 他還可以拿來做異常檢測 可是你要注意件事情喔 如果你今天 你的 你未來 人家隨便丟一張圖 在你給你的變分之變馬器 如果他跟原來的那些圖長得越像 他就越難辨認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我這邊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你想要做胸貴X光的變分之變馬器 避免人家上傳一支小叮噹 對不對 那人家上傳小叮噹 上傳snooby 上傳神奇寶貝 那當然就是很容易辨認 可是如果人家上傳的是 呃 舉個例子 呃 舉個例子 那他可能就還人回去的逼真度會高一點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如果甚至 他的那個X光只是這個 呃 舉個例子 只是這個 呃 他離得有多遠 他在高維空間中離得有多遠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特性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我們今天總共只有一個練習題 今天是一個就是 就是我們之後的課程大概練習題都會比較少 因為程式馬越來越難 然後你幾乎不可能做出來 幾乎大家都要抄的 沒有關係 就大家基本上就是初不了解這樣可以 那今天我跟你們講的就是 很重要的兩件事情大家記住就好 第一個是 弧像生成他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 你需要一個 你他是一個分布的映射器 從地位空間 經過這個分布映射器 產生高位空間的樣本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這張圖就像手寫數字 因為你的腦袋裡面 對於 手寫就是像素的784個像素的排列 某些排列就是數字 你腦袋裡面已經有一些基本印象 所以 那個分布映射器就是從 隨機的低微空間 映射到那個你想像中的高位空間裡面 就這樣子而已 好 那個低微空間 如果要好的話需要什麼特性 他要有連續性 分布要已知 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用變分字編碼器 把這個已知的分布把它做出來 就是 我們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 平均數為0 這是一個平均數為0 標準差為1的 常態分布 好 可是問題是你現在這樣看你一定覺得不夠像 對不對 你們現在覺得這個是平均數為0 標準差為1的常態分布嗎 他有點偏態對不對 所以他是不是還是沒有做那麼好 好 所以我要跟你們講 我要跟你們劇透 所以變分字編碼器這2013年的東西 下一節課我們會教另外一個圖像生成模型 另外一個圖像生成模型叫對抗生成網路 他的input直接就是0到1的常態分布 就沒有透過這麼多奇奇怪怪的方式 就直接給他隨機算數當input 我下一節課會再教你們他怎麼做的 好不好所以他會做得更好 好那另外除了分布印射器的這個概念以外 我今天教的第二個這個算是小trick 就是他變分字編碼器可以拿來做 異常檢測 這個任務以前你們從來沒有接觸到過 那未來你們可以想一下這東西可以用在哪裡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就是我覺得就是 我會覺得就是 如果因為畢竟你們以前一定都沒有接觸過這些任務 你們應該都第一次聽到原來異常檢測可以這麼做 你們一定會覺得這個人家以前的人真的是很厲害 所以這個我們就這個我們就好好佩服他們 那你們都已經收到 我給你們的paper了嘛對不對 你們就就是反正每一組大概就反正就是 到時候我再宣布一下就是我希望 每個人只要報告5分鐘就好 只有5分鐘哦每一組只要報告5分鐘 但是就是 然後我們你不要跟我講那些太多細節 把他的核心idea講出來 核心idea就是覺得說我現在講變分字編碼器對不對 請你不要跟我講他怎麼實現 就是5分鐘沒有空講怎麼實現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你好歹要把 你好歹要把 在哪裡啊 你好歹要把這張圖秀出來吧 然後告訴人家說那個 了不起的idea是什麼 這樣可以吧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不用講程式嘛 paper裡面也沒有程式嘛 講原理講概念 好不好 5分鐘只夠講這件事 因為我希望你們不是 我希望這節課 不是你們今天 結束了以後你們可以開發20種模型 那個每一種模型 你可能到時候都還要會調參數 很複雜的 好不好有興趣大家在自己研究 可是我希望你們聽到越更多 越來越多種 你們會覺得說 原來series是這樣設計的 原來trap gt 是這樣設計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原來以後你們看到某一個任務 你們說原來他的背後原理是什麼 這樣子 好那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